字幕提供 千年以來 古時長安 今日陝西西安的城場 見證了歷史變遷 曾經幾度毀於戰亂 又重建復原 場上至今仍然留有斑駁痕跡 西岸城墙至明朝初年 在唐长安城黄城的基础上而建造 因此有徐唐骨名称伊的港法 古城墙轮廓呈封闭式长方形 就长13.74公里高12米 大约有四层楼高 顶层铺设三层青砖 城墙周围有户城河环绕 是中世纪后期最著名的城门建筑之一 西岸古城墙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古城墙之一 与山西平遥城墙、湖北荆州城墙、 辽宁兴兴城城墙 并列为中国现存最完好的四座古城墙 1961年西岸城墙虽然被国务院 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 不过西岸城墙曾经面临多次被拆除的危机 最后几经争取才被保存下来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 这座古城门可以说被租塔得千仓百孔、片体轮霜 居民不时想城墙、偷砖、画砖、建屋 四门、翁城被一些机关单位和居民长期占用 在城墙内城根土地建筑房舍画作窑洞 被挖的防空洞多达二千一百个 被修复前统计 整座古城墙有十四处断面 几公里城墙专损坏脱落 护城河被填埋 城墙原有排水系统全部坦汶 九十八座敌台和四座角楼被完全摧毁 1974年 西岸东郊林壮苑 发现了震惊世界的秦始皇兵马俑一毫坑 西岸成为了国家领导人 接待外奔来访的必经之地 整个社会关注保护物物 因此有人讲笑地说 是秦始皇兵马俑救回古城墙 1986年西岸整修城墙的时候 发现了唐代的含光门位置 经过考古发掘 唐代的含光门一共三个门道 门等城墙方形 洞细长37.4米 南北阔19.6米 至今所发现最为完好的徐塘城墙位置 含光门位置博物馆 是古城墙内唯一的博物馆 都是全国以至全世界唯一 在城墙内建造的古城墙博物馆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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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